所以学博人要学会定 任何事情一定要先定下来 记住定才能生出智慧 遇到急事先沉下心 好好地考虑 不管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孩子多么的顽皮 先定下来 好好地想一想 把事情说清楚 会给别人留下稳重的感觉 你如果不冲动的话 你会让别人增加你的信任度 你如果跟别人讲话 又快又急又说不清楚 会让别人对你失去信心 他很幽默 这个顽皮的孩子 每一天写作业 在一个小方格里 把字写到方格外面 这个老师在学校里 跟同学们说 小朋友们 现在我讲一讲小刘同学 小刘同学的字 如果以后能够减减肥的话 我看它会更漂亮 我们做一些善意的提醒 用幽默的话说出来 就不会造成对方的尴尬 我们要懂得 人还会增加彼此的亲密感 要好好地学习做人 人真的是很难做 所以三个字 颠来到去 都说明了人生的艰难 人难做 难做人 做人难 有一次 在盛大的招待会上 台长给大家讲个小笑话 在盛大的招待会上 有一个服务生 给这个嘉宾倒酒 不慎呢 洒到了 坐在边上的一位嘉宾 因为这个嘉宾头上的头发 谢顶啊 很少 这个服务生把酒一倒 倒到人家头上了 当时他吓得不知所措了 然后呢 在场的人 也目瞪口呆 不知道 接下来会不会有一场 骂战开始 没想到 这位嘉宾笑嘻嘻地说 兄弟啊 你以为 用这种方法 就能治疗 我的秃顶吗 全场哄笑 尴尬局面被打破了 借助自嘲 这位嘉宾 展示了大度的胸怀 和维护了自己高尚的情操 在家里 如果太太和先生争吵 如果哪一方先退让 哪一方就是大度加上情操 所以学会退让 就是你的高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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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